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台湾 我是郝一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不是在摄影棚里拍的 而是真的来到台湾了 我现在在新竹 这是我第一次带我的两个女儿来台湾过年 我会好好地照顾她们 请她们吃臭豆腐 开玩笑的 这也是她们第一次看到台湾选举 讲到选举 前一阵子我们做过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香港街访 那最近我们的同事又在香港采访了一些名人 问他们对台湾大选的看法 一起来看看 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位名人是香港的Iron Lady 从第一届就开始当 当过25年立法会议员的刘慧琴女士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外号是随便叫的 在年轻当记者时 这位香港的铁娘子还真的质问过英国的铁娘子 关于主权移交的问题 而关于台湾 她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多年来常常去台湾 就是当我当记者的时候 后来当议员的时候 我去台湾也跟不同的人士也见面 但是我多年来 我都觉得台湾人对香港没有兴趣 国民党的人 他们最重要的是赚钱 最要赚钱 对我们要跟他谈的没有兴趣 民进党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也没有兴趣 但是我很多年都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应该认识香港的情况 才可以真的了解共产党是怎么样操作的 但是他们没有兴趣我也没办法 但是到了最近 尤其是这一次 闹得这么大 他们多人出来 我觉得很好了 好像我们香港都是一样 以前都不是这么多人游行 他们都了解 而且现在台湾的总统 是我的同学 我们在1982年 都是在LSE念书 那个时候我是念国际关系 蔡文文是念法律 所以我本来跟他不认识的 但是在国际关系 我有一个同学是台湾人 他是赖信源 他后来满英九 我用他当陆委会主委 所以我认识赖信源 赖信源介绍了蔡英文给我认识 有些人说 你们香港救了蔡英文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蔡英文的名望很低 而且在去年11月的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很差 所以蔡英文本来是党的主席 他也要退下来 而且党内人说 不让他选了 要切换他了 但后来就香港情况发生 他的出来支持 他的名望就马兴了 跟台湾人是知道 谁来要赚钱 民主啊 人权自由很重要 蔡总统就是告诉他们 另外那个候选人呢 国民党的韩国瑜 他也来过香港了 后来他又回到台湾了 我们香港很多游行示威 有季节问 哎呀 你对香港的游行示威怎么 不知道 哎呀 我觉得我们香港的情况 对台湾的状况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其中都是台湾人 他们一直看见 他们要怎么判断 他们要怎么样投票 是他们的意愿 所以我多年来都说 有人问我 你怎么看台湾人的前途 我说台湾人的前途 是由台湾人决定吗 啊 中共很生气 骂了我两年了 骂得很凶 因为他们觉得呢 如果有人问你 你怎么看台湾的前途 只有一个是政治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反对台独 我说你台独你不台独 关我什么事 我也不是台湾人 但是我这样讲呢 就被骂了 而除了小英的同学外 我们也采访到了 另一位小英的同学 黄国潼律师 这里的小英指的是 前任总统马英九 不好笑是不是 抱歉 黄国潼律师 跟台湾的渊源也很深 他除了是马前总统 在台大法律系的同学外 同时 他也已经取得台湾身份 今年1月11号是可以投票的 而他目前除了是区议员外 在反送中期间 他也持续的帮助香港抗争者 来台安顿和生活 发起保护伞计划 我是寄望民进党会赢 不只是总统会赢 而且就是在立法委员会里面也会赢 看一看国民党对于香港的情况 他说了什么话 他表了什么态 他怎么样去看香港的抗争 他真的很不清楚 这种事情的话 我想不能去逃避 不能说是我不适合去讲 我们曾经要求去见国民党的重要的人 但是他拒绝去见我们 他说不是适合的时候去谈什么问题 我们也没有要求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想说在港澳居民法里面 应该怎么样去讨论 怎么去看 我们没有要求难民法 我们只是在现行法律里面 怎么样去做一个闲事 看情况怎么去解决 但是他们没有让我们见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见了一些官员 也去接触了一些民进党的委员 就是表达我们心里面的话 希望他们会支持我们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 而且我也是台湾的 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怎么去守着国家的主体 国家的主权 国家的尊严 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其他的民生问题 当然一步一步要解决 但是我们不能说去叩头吃饭 这口饭你吃得下去吗 香港20多年 我们从来没有说反对中国 看一看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我们的结果就是说 他不让你享受 你现在有的制度下面 他也要将决定制度 一步一步一块一块地拿走 很清楚的例子 除了帮大家联系同学会外 我们还采访了其他的名人和政要 包括香港前两大民主派政党的党主席 胡志伟和梁家杰 Mr Han really was no match for President Tsai insofar as Taiwanese who are now being more concerned than ever that Taiwan would go down the Hong Kong route Looking at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past six months and see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treating Hong Kong people and how the CCP has treacherously breached the basic law and not honor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mises Taiwanese would certainly not want to bet on Mr Han who had been perceived as very very close to the CCP For those reasons that I predict that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Tsai Ing-wen definitely would win and possibly by a landslide 原来我还以为 会出现一个新一轮的政党问题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国民党 连好好的讲清楚 你作为一个在台湾岛上面的 一个中华民国的政治组织 我看不到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意志 要争夺这个执政权 就第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 他连在对应当前的国际行事也好 中台关系也好 台湾的未来定位也好 我就看不见他有什么的 有什么总体的一种愿景 让民众可以从他的心上找到方向 特别是你面对的共产党 是这样的一种压迫过来的时候 够紧 你要选择的察律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毫无悬念 蔡英文就是 应该会胜出的 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出 因为香港的抗争 让台湾人今天看得很清楚 台湾的命运就是跟香港连在一起 所以防控 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变成很重要的事 台湾人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可以说香港人楼的时候 我希望台湾人能够清醒一点 要看看我们在留学 香港年轻人在留学 所以希望台湾的桥野也看清楚这一点 韩国瑜其实你看他 他是整个国民党 整个国民党都是很可疑的 现在你看他跟大陆的那些商业的还来 国民党本来里面很多都是崇尚的上街的利益 整个国民党都已经很可疑 加上韩国瑜他的口口是什么 他发大财只讲钱金钱至上这个人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特别的可疑 而且他自己的作风也不怎么样 他帮选高雄的市长之后 他的言行都是让人觉得这个人难成大戏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到今天也不能解释 为何他帮选高雄的市长 只是很短的时间他有去选台湾总统 哪里对高雄人当初许杂的成络 不就是高雄就是你大脚色吗 其实你一生就是上帮总统 高雄人只不过是帮你台里的上去 然后你就吸他们不顾 这个形状很差很差 所以要令台湾人思考到 当他选了总统以后 台湾人的权利可能也是在他眼中不是什么 他的眼中可能就是金钱至上 就是跟大陆的市场至上 关键是不单是蔡英文能不能够上选 延任成为他们的总统 而且是民进党能不能够保住 国会的过半议席 而且日本的一个评论人角田 他也是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小英跟韩国语的差距 可能只是缩下到5% 我对台湾的选举呢 我就很希望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可以连任的 因为其实我们过往见到他 对于我们香港的民主运动都非常支持 而我们跟台湾民进党的立场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要抵抗现在中共的魔爪 我都应该会过去 因为我这次会跟香港的一些区议员 一起去台湾看他们的选举 我就希望可以见证到这个小英总统 就当选了这个当人了 对不对 韩国语我们现在看到他只是说发大财 最近我看到韩国语一段影片就是说 什么台湾人要有六构腹肌 我们又要练大财 我觉得他这一种的策略 他可能想转型韩国语 其实我也支持韩国语转型 如果他又 其实我也是那一种 就是政治人之外 我也是较为幽默一些 如果韩国语都可以跟我一起开个洞督笑 我觉得都会挺好笑的 其实我们看回今次的大选 其实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 希望台湾的人民都会善用他们手上的票 还有我也都希望就是在香港的台湾人 他们会买回机票反向投票 因为你们的投票权每一票都非常之重要 是决定了台湾的未来 所以我都希望你们就是买机票回乡 善用你们手上的一票 去投出真的你们台湾的总统 去做你们正确的确定 就是不要放弃你们台湾的未来 而对于候选人在当选后 能为香港提供哪些帮助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当然希望台湾政府跟台湾的立法委员 都是关心香港的发展 支持人权自由法治 希望新一届的政府也知道香港的情况 可以出来在各方面都支持香港 我希望台湾总统的当选人 请他们不再继续去非常密切的关切 香港的状况 尽量兴允我们香港的民主运动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香港很多年轻的朋友 受到政府的打压 他们被拨要离开香港 不少人就逃到台湾去 我希望台湾政府以人道的理由 尽量的照顾我们香港的人青人 多一点关注那些称中共的人在台湾的活动 必要使我觉得应该对结纯人士 让他们驱逐去台湾 因为很多的 我发现他们很多次在做特务的工作 那些称共的人士 你要多一点关注他们 多一点支持我们香港这一天的抗争 我希望所有的总统参选人 他真的好好地看清楚 现在香港抗争的理由 和香港人的牺牲 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牺牲 我可以说一句话 所有香港的抗争者 没有一分钱 没有一毛钱 我们干律师的话 从六月到现在 每天上庭 每个晚上到警察局 半毛钱都没有拿过 没有外国人去支持我们 也没有说什么外地的势力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干 为什么想一下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中共政权 我真的希望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他了解香港的情况 去跟香港站在一起 最后一起来听听这些受访的名人们 还想对台湾说些什么 我当然希望台湾可以勇敢地站起来 为自治的理想去抗争 但是他们面对中共 他们真的要了解多一点 看看怎么能处理 香港人希望的不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 是今天台湾明天香港 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能够像香港一样 我们能够团结起来 特别是香港人未来有一天 可以像台湾人一样 全自己的领袖 作为华人社会里面 唯一一个民主政体 台湾人一定要守住 他们自己的民主自由 不然的话 如果他们相信了中共统治的伎俩 他们就会成为下一个香港 所以这个是台湾绝对要用香港 作为一个示范 作为一个警告 就是不要重蹈香港的固承 很多香港人看到台湾 是觉得台湾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能我们不能做台湾的功能 或者是我们不会是台湾人 但是在香港人失去那么多政治权利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台湾就是像我们的兄弟一样 就是如果他能把自己土地 走好 就是不要失去主权给大陆这样子 就已经很重要了 就是对我们香港人最大的位置 我恳切地希望就是每一个台湾人 都可以珍惜自己投票的权利 可以走上挑战的投票 也希望未来的台湾的总统 可以铭记着这一点 不要出卖台湾的利益 台湾加油 选一个属于你们的选举 选一个属于台湾人民的总统 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 争取民主自由 一个开放法治的一个总统 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香港人 很支持香港人 今次一场运动 我希望你们继续支持香港 继续为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发展 继续努力 台湾人他们已经很团结 他们对民主社会的一些概念已经很重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保住他们自己的领土 保住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 不会让其他人去破坏 所以但是真的 其实香港我们也没有想过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步 但是呢我希望台湾的人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我们台湾跟香港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我们都可以争取到 我们想要拥有的自由的空次 去讲我们的东西 去享受我们要享受的事情 所以就对 就希望台湾的人加油 我们香港人都会加油 也在这边很谢谢你们 一路对我们香港的一些支持 这个是很感动的 谢谢你们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大家觉得如何 欢迎留言或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 by bwd6